香港居民质疑诚挚的问候 向新就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主要官员 行政会议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所有关心支持香港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 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时此刻 站在经过岁月洗礼 发生沧桑巨变的湘江之兵 我们府今追悉 感慨万千 香港的命运 从来同祖国紧密相临 近代以后 由于封建统治腐败 国力衰弱 中华民族陷入深重苦难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 区区一万多英国远征军的入侵 竟然迫使 有八十万军队的清朝政府 隔地赔款 隔让香港党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更是 一次次 被领土服援 和人口规模 都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 九龙 新建 也在那个时候 被迫离开了祖国怀抱 那时的中国历史 写满了民族的屈辱 和人民的悲痛 只有当 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 建立新中国之后 中国人民 才真正 站立起来 并探索 开辟出一条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光明道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 我们进行改革开放 经过近四十年努力 开创了中华民族发展 崭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 和时代背景下 邓小平先生 提出了 一国两制 伟大构想 并以此为指引 通过从英国的外交谈判 顺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 二十年前的今天 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 洗刷了民族百年耻辱 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 重要一步 香港回归祖国 是标秉中华民族失策的 千秋业绩 香港从此走上 同祖国共同发展 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 同胞们 朋友们 斗转星移 岁月如梭 香港已经回归祖国 二十年 依照中国的传统 男子二十 为之若观 今天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年里 正所谓 如竹包椅 如松茂椅 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长历程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二十年来 香港 依托祖国 面向世界 一创新 不断塑造自己的 现代化风貌 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 取得了 举世 公认的成功 回到 所谓怀抱的 香港已经 融入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 壮阔 征程 作为 直辖于中央政府的 一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从回归之日起 重新纳入 国家治理体系 中央政府 依照宪法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对香港 实行管制 与之相应的 特别行政区制度 和体制 得以确定 香港 同祖国内地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 交流合作 越来越深化 香港各界人士 积极投身 国家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 做出独特 而重要的贡献 香港同胞 对国家发展 和民族复兴的信心 不断增强 不断增强 同命地人民 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 继续保持 繁荣 稳定 回归后 香港自身 特色和优势 得以保持 中西 中西河币的 风采 浪漫 依然 活力之多的魅力 更胜往昔 在一国两日之下 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 和生活方式 保持不变 法律 基本不变 香港同胞 当家做主 自行管理 特别行政区 自治范围内事 香港居民 享有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 都更广泛的 民主权利和自由 香港 抵御了 亚洲金融危机 非典疫情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巩固了 国际金融 航运 贸易中心地位 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 评选为 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香港各项事业 取得长足进步 对外交往 日益活跃 国际影响 进一步扩大 实践 充分证明 一国两制 是历史 遗留的香港问题的 最佳解决方案 也是香港回归后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 最佳制度安排 是行得通 办得到 得人心的 同胞们 朋友们 一国两制 是中国的 一个伟大创法 是中国 为国际社会 解决类似问题 提供的一个新思路 新方案 是中华民族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的新贡献 凝结了 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的 中国智慧 坚持 一国两制方针 深入推进 一国两制实践 符合 香港居民利益 符合 香港繁荣稳定 实际需要 符合 国家根本利益 符合 全国人民 共同意愿 因此 我明确讲过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持两点 一是坚定不移 不会变 不动摇 二是 全面准确 确保 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 不走样 不变形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作为一项 前无古人的 开创性的事业 一国两制 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 当前 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 遇到一些 新情况 新问题 香港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 还需完善 对国家历史 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 有待加强 社会 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 还缺发共识 经济发展 也 面临 不少挑战 传统优势 相对减弱 新的经济增长点 尚未形成 住房 等民生问题 比较突出 解决这些问题 满足香港居民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继续推动 香港各项事业 向前发展 归根到底 是要坚守方向 踏实 步伐 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 一国两制方根 借此机会 我对今后更好的 在香港落实 一国两制 讲几点意见 第一 始终准确把握 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一国是根 根深 才能业貌 一国是本 本故 才能知荣 一国两制的提出 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 国家统一 在中英谈判时期 我们旗帜鲜明提出 主权问题 不容讨论 香港回归后 我们更要坚定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力 在具体实践中 必须牢固树立 一国一事 坚守 一国原则 正确处理 特别行政区 和中央的关系 任何 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挑战中央权力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 都是对底线的触碰 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与此同时 在一国的基础上 两制的关系 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 和谐相处 相互促进 要把坚持一国原则 和尊重 两制差异 维护中央权力 和保障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权 发挥祖国内地 坚强后盾作用 和提高香港 自身竞争力 有机结合起来 任何时候 都不能偏废 只有这样 一国两制 这艘航船 才能 批颇展望 行稳致远 第二 始终依照宪法 和基本法办事 回归完成了 香港限制秩序的 巨大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共同构成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限制基础 宪法 是国家根本大法 是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意志的体现 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 法律渊源 基本法 是根据宪法制定的 基本法律 规定了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 法律化 制度化 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 限制秩序时 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 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 有机结合起来 要完善 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要加强 香港社会 特别是公职人员 和青少年的宪法 和基本法宣传教育 这些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 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和维护香港法治的英勇之一 第三 始终聚焦发展 这个第一要目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是香港的立身之本 也是解决 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 一国两制构想 提出的目的 一方面 是以和平的方式 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另一方面 就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 保持香港 国际金融 航运 贸易中心地位 当前 发展的任务 更应聚焦 青年 希望快乐成长 青年希望施展才能 壮年希望事业有成 长者希望安度晚年 这些都需要通过发展 来实现 香港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 有着许多有力发展条件 和独特竞争优势 特别是这些年 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 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不节动力 广阔空间 香港 香港俗语讲 苏州过后 不停搭 大家一定要珍惜机遇 抓住机遇 把主要经理集中到 搞建设 某发展上 第四 始终维护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国两制 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 和和理念 体现了一个重要精神 就是 求大同 存大义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 对一些具体问题 存在不同意见 甚至重大分歧 并不奇怪 但如果陷入 泛政治化的漩涡 人为制造对立 对抗 那就不仅于事无补 而且会严重阻碍 经济社会发展 只有 凡事都招眼 大体 理性沟通 凝聚共识 才能 逐步解决问题 从中央来说 只要爱国爱港 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 方针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不论 持什么政见 和主张 我们都愿意 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 和气志详 乖气志义 香港 有不错的家庭 但在经济 全球经济格局 深度调整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经不起折腾 经不起内耗 只有团结起来 核中共济 才能把香港 这个共同家园 建设好 同胞们 朋友们 当前 我国正处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 全国各族人民 正在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而团结奋斗 不断推进 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是中国梦的 重要组成部分 群之所为事 无不成 众之所举 业无不胜 我们既要把 实现 社会主义的内地 建设好 也要把 实行 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 建设好 我们有这个信息 今天 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 正式成立了 责任重大 使命光明 未来五年 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 广泛团结 社会各界 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 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 两制之力 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要与世俱进 积极作为 不断提高 政府管制水平 要宁神俱力 发挥促长 开辟 香港经济发展 新天丁 要以人为本 疏困解难 着力 解决市民 关注的 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 切实提高 民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 要注重教育 加强引导 着力 加强对青少年的 爱国主义教育 关心 知识 帮助 青少年 健康成长 中央政府 将一如既往 支持行政长官 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 支持香港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支持香港 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 人民币 国际化 等重大 发展战略中 发挥优势 和作用 中央有关部门